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胖牙德州第十七集 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更新视频了 胖牙在这里像还没有取关我的观众们说一声真挚的抱歉 那么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两句 说一说我这消失的快三个月,到底去干了些什么吧 那么我没有继续更新视频的原因呢 其实是有一天我发现我所有在YouTube上更新的视频 全部被人盗用并且发布在了国内的B站上 我一开始也没有说直接去举报它 所以我也想去看一看说德州扑克这个东西在国内来说 现在大家对它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结果下面全都是一些对于我德州技术的否定 喷我的骂我的啥都有 不过也还好啦,因为这个德州扑克嘛 大家肯定是一个人一个样 每个人对自己的打法都有一定不一样的认知啊 所以说呢,人者见人吧,无所谓的 只不过有一天啊,我发现这个盗用我的视频这个人啊 把这个每个视频下面都发了一个推荐他自己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德州扑克平台的广告 这时候啊,我才爆炸,才立即去举报他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不推荐大家去玩一些陌生的一个线上排局的 一呢,就是说呢,这个安全性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你毕竟要给陌生人转账,然后你好不容易赢了一些钱呢 万一人家不给你退马,不给你转账怎么办,对吧 二呢,就是说呢,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线上扑克平台啊 在国内来说,就是很多那种很奇怪的一些牌 比如说童话顺啊,打什么纳兹花,纳兹花打Fullhouse啊 就是很多很多像这种bybee的情况 然后我觉得大家玩久了可能会丧失这种对于德州扑克的一种出息的热爱吧 那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呢,我是不推荐的 跟朋友玩一玩也好,但是你真的想去赚钱,想去怎么样 那我觉得我还是不推荐了 所以呢,我去举报他之后呢,然后我还要向B站啊,去证明很长时间 我就是胖牙本人,就人家不相信嘛,人家不相信我就是我 又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还去找了这个盗用我视频的这个本人啊 去跟他聊,然后呢,最后最后啊,还不错啊,人家是道歉了 而且呢,是把那个账号注销,而且把所有的视频都下架了 这么长时间花了大概两个月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折磨吧,有点折磨 然后我对这个视频的这种热爱啊,就更新视频的热爱也是稍微有限降低了 后来呢,我发现还有身边很多的朋友和大家这些观众的粉丝啊 还是很支持我,很希望继续看视频 而且我也觉得呢,这种手牌季度呢,也是一个对于德州扑克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呢,是一种很强的推广吧 所以呢,我也不想放弃,所以就决定啊,咱继续,继续做视频 而且呢,我发现啊,这个在我消失的这三个月时间啊,大家的关注啊,还是持续的增加 不错不错,希望赶紧咱们破一千,好吧,让我开启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话不多说了,赶紧咱们就进入正片吧 那么今天这场排局呢 这个盲注级别啊,是大小盲,是5块10块美金 加上button位啊,要放一个25块钱的安铁 在洛杉矶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标准很大的一个排局了 我们最后来呢,买入了两千,我们直接呢,去看第一手牌 第一手牌呢,我们啊,在button位拿到了圈圈 那么这把牌呢,所有人都选择了一个fold牌,一直fold在我在button位 我选择open50块钱,想让举人觉得呢,我是来抢盲的 这个时候呢,小盲啊,做出了一个再次加注啊 小盲选择三败到了230块钱 那么我觉得呢,我们有位置啊,我们仅仅一个跟注跟他看翻牌也是不错的 结果我们就这样想法的时候呢,这个大盲啊,大盲又来操作了 大盲选择直接啊,在一个四败,四败到了670块钱 一个很大尺度的一个四败的啊,那我们看一眼,大盲的后手呢 我们大概都是两千左右吧,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先出这个思考啊 因为我们圈圈是一个很不错的牌,但是呢,是一个小盲的三败 加上一个大盲的四败的,这个表示的牌里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这边圈圈呢,其实我如果现在想想的话 应该是只有一个败牌,或者说呢,去跟人Gamble,然后O-in,Gamble啊 那我们应该是没有一个平根的选项了 只不过呢,我们刚刚做下来,这是我们第一圈吧 所以呢,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圈圈,说不定可以看个翻牌 看到小小小之后,我们再推O-in,说不定会好一点 他万一是AK呢,怎么样 所以呢,我只是选择这个仅仅的一个冷根柱这个四败啊 那我们冷根柱四败之后呢,这个小盲啊,陷入了沉思 小盲并没有秒气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小盲并不是一个操作啊,小盲是真的有牌啊 那么小盲想了想,想了想之后呢 最后呢,选择了一个还是艰难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气牌 我能看出来他那个脸上的那种不情愿的样子啊 你看他手都摆出来很无语啊 那他选择起牌之后呢,我跟大盲两个人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勾K6不同花 这个时候呢,大盲啊,选择延续下注 延续下注了一个475块钱 只不过是一个不到半尺的一个C-buy了 那我们这边圈圈呢,其实赢的牌已经不是很多了 我们输AA,输KK,输勾勾,唯一赢的可能有一手1010或者A圈了 不过我们手里拿了两张A圈,所以他拿A圈的概率呢也是小了很多 除非呢,大盲会利用位置啊,拿一些AX的速体的牌去做一个操作性的死败啊 因为这个大盲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非常有Action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打得很好的玩家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翻牌那个牌面对于我们圈圈来说呢,也不是很有优势 所以呢,我们还是艰难的想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把我们的圈圈给弃掉了 现在想想呢,这个圈圈啊,其实在翻牌之前啊,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直接扔掉的 毕竟这个,虽然说有位置吧,但是毕竟他们表示的牌力是非常强的 那好吧,我们出师不利,上来就输了一个蛮大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让我们来到下一手牌,我们在大猫位拿到了A圈不同花 行动一直负到了中位,中位选择了open50块钱,cut up起牌 这时候呢,button选择了一个300,300到150块钱 我们这边啊,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我们牌还是可以支持一个冷靠的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冷跟注,我们冷跟注150块钱之后呢,中位也选择了跟注 所以我们三家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A圈7,两张黑桃,不错啊,直接中了顶两队 我们自然的选择了一个过牌,中位也选择过牌 这时候呢,行动到了这个button,button选择了一个c bet200块钱 行动到了我们,我们这边中的顶两队呢,是可以选择一个chat race的 但是我们想了想,如果我们这时候做了一个chat race 在一个三人池里呢,代表牌力是非常强的 只有AK可能会跟注,其他的牌可能都会弃牌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埋伏啊,觉得就是再看一枪 那我们仅仅选择了一个跟注之后呢,中位也选择了气牌 所以我们两家去看一张转牌 转牌一张红桃A,这时候呢,我们中了nuts啊 这是我们连圈圈都是不害怕的了 那么我们继续选择过牌,希望他还能拿A去下注啊,可能 但是呢,对面呢,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所以呢,我们两家去看一个合牌 合牌一张黑桃6,这时候我们心里其实还蛮开心的 我们非常希望啊,对面是一个买花啊,他买在合牌种花了 或者说他有一张A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一枪呢 我们是要准备去打一枪价值注了 那我们想想是打多少钱比较好的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如说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注 比如说500左右,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中花跟中A的人都会选择跟注 就是说他们应该在这里是弃不掉牌的 所以呢,我们决定啊,准备来一个overbet 我们想想,我们准备一个超池吧,超池1.5倍超池这个样子 就是演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注码 所以呢,我们一下下注了一个1250块钱 一个1.5倍的一个彩池,我们希望呢,就是把自己的牌啊非常的急化 就是让对面觉得我们要不然是Full House,要不然是啥都没有 对面呢,是一个秒尻,结果对面啊,是A勾黑桃啊 他也是在这个非常强的牌啊,他在River中了一个NAS花 但是他在特上已经是三条A,然后去抽NAS花了 非常强,非常强的牌,所以这把牌啊,真的是一个cooler,撞牌了 我们也不错啊,拿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彩池 那么经过那一把牌之后呢,我们啊,已经把我们之前圈圈的那一把损失啊,完全打回来了 我们现在应该有3000多的筹码,让我们继续战斗吧 让我们来到下一手牌,这把牌啊,我们换了一个座位 这时候呢,是枪口加一选择了一个limp,然后cut off选择了limp,button也选择了limp 我们啊,在小盲位看牌,我们拿到了A10红桃 那我们自然而来要做一下隔离了,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大尺度的一个open 我open了125块钱,结果呢,大盲选择了跟注 大盲跟注之后呢,枪口加一也选择了跟注,button也选择了跟注 所以我们四夹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圈八二,三张红桃 我们直接flop nuts,我们真的心里很爽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过牌,然后演一演 但是我觉得呢,要拿价值一定要拿 就是说我有A花,我也会这么打 比如说AK,我有张A的红桃,或者K花的红桃,我都会这么打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C-buy,我们C-buy150块钱,一个四分之一左右的下注 我们下注之后呢,大盲选择了跟注 大盲跟注之后呢,UTG加一跟button都选择了器牌 所以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转牌一张方片圈 我觉得呢,这张圈啊,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喜欢这张牌啊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翻牌能跟注我们呢,要不然呢是有圈,要不然就是side 那它有可能变成fullhouse的,有可能它是一个变成三条圈 所以说它有买fullhouse的机会 那我们既然还是一个纳字花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啊,要给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下注 让它去买它的fullhouse,不能轻易的让它去看到这个合牌 所以我们下注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注啊,550块钱 那么大盲是想了一会儿啊,还是选择一个跟注 并没有race,我们也没有说去full牌 那我们两个人去看一张合牌 合牌是一张比较干净的方片,我既没有出这个单张成花的面啊,也没有出这个双公队的面 就是说在它的视角里呢,它有可能还是领先我这个单张A花没有抽到的情况啊 但这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如果它有fullhouse,我们大概率是要认的 但是呢,我们说呢,我们想拿极限价值,就是拿它这个三条圈的价值 想要它拿三条圈的来抓我们这个买花蜜斯啊 所以呢,我们直接啊,推出了all in 就是说这种牌,如果我们真的拿到了一张A花,我们有可能也是这么打的 所以呢,我们直接推出了一个超池啊,我们池里可能有1900,我们也推出来了一个将近2000块钱 就是一个底池这样的一个竹马啊,我们想啊 就拿它这个圈的价值,希望它拿圈来抓我们的这个买花蜜斯啊 当我们推出all in的时候,对面没有snap call,我们当时就非常开心了 因为啊,它肯定是没有fullhouse的,那这时候呢,这个大芒陷入了一个很久的沉思啊 它就是在想它到底要不要抓,因为其实彩池的比例啊,现在跟这个 我下注这个all in的比例跟彩池的比例是1比1嘛 就是持有1900多,然后我all in的1900多 所以呢,他在想他拿他的这个牌到底抓我合不合适 这一次他这个抓呢,他要想很长时间了 那这里呢,对面啊,会在想,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拿到了比如说是set,set8,set2 或者说拿到A花,要不要怎么打得这么的gressive,就是在翻牌直接就锤 因为一般人可能拿到铜花,这个NAS,添花就会稍微慢打一下,然后见到工队要怂一点 我真的整个就是说连锤三条街,就是把自己的牌非常的激化 就是说要不然是fullhouse,要不然是NAS花嘛,不会有其他的一种组合了 那这里呢,他拿三条圈是完全可以去抓这个我这个bluff的 因为我打的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极化的牌力嘛 那最后呢,对面还是啊,花了很长时间啊,选择一个跟注啊 那么我们就售出我们的A花,然后呢,对面是棋牌,我们成功啊 这是赢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抵制,将近6000块钱的一个菊炮啊,很开心 后来呢,还有一手牌啊,是我们拿着一个天顺,然后呢,还可以去抽K花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牌 结果被别人呢,是硬在River买到了这个A花呀 然后我们输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一个很难受的一个彩制 可惜可惜啊,就是我们没有录到那手牌,因为手机后来是没有电了,是非常的可惜啊 那么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入啊,一个水上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呢,今天的牌啊只有三手,不好意思,我手机没有电了 那在我们开车之后呢,我们这桌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底池啊,这是三家OIN啊 然后OIN了28000多块钱,很大的一个炮,两家是AK,然后中了一个顶对顶梯,一家呢是K圈红桃 然后Flop呢是卡顺买这个NAS花 所以说啊,这个局啊,是Action啊,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啊,着实有些短了,庞牙在这里啊,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不过呢,作为庞牙回归YouTube的第一个视频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以后呢,庞牙会准时更新视频 那么我们还是下期再见咯,各位晚安,拜拜